And Paul emphasizes You know, Moses had no veil when he was speaking to God He had no veil while he was speaking to the people But somehow he didn't want people to see What he really, the end of what he was in 这个摩西在与神说话的时候没有帕子 在与人说话的时候没有帕子 但你知道他把一个帕子摆在脸上 因为他不希望人看见那个褪去的荣光 It's kind of like this I will show you my life when it's good But I won't show you my life all the time 好像可以这么说 他要给人看见我的人生好的时候 我不要让你看见这个下层的时候 I will show you the part of covenant Where God is speaking directly But I won't show you the effects The true effects of that covenant 我会告诉你这个约能够在你身上的功效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真正的结果 I won't allow you to see me all the time 我不能允许你总是看到我 You know with a letter with the old covenant There's a sense of like It's good But it's not lasting 这个就是旧约 很好 但是它不长久 It's of God But it's not eternal 它是从神来的 但不是永远的 And there is some glory But it's not a surpassing glory 它是有荣光 而却不是长存的荣光 And possibly the priests in the old testament Had a similar feeling 也许那一些祭司有相似的感觉 When they would see a person come To offer a sacrifice for their sins 当他们看见一个人来 为着他们的罪 献上一些东西的时候 And they would do the same thing Day after day and year by year 他们每天每年这么做同样的事情 And the priests might have had a sense You know I don't think this whole thing is working 这个祭司可能里面有个感觉 我想这个整个事情 大概不是这样子成功的 Yeah it's set up by God But I just don't think like Is it really effective Is it really effective Is it really working 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Moses put the veil back on his face Because he might have thought Is this really lasting Moses把一个帕子摆在那里 哪里也许他在那里想 到底这个长存吗 You put that together It's like the whole thing It's of God But there's an undercurrent Of thought like This is not quite it Is it的 你是这样整个把它摆在一起 你可能说 这个是来自于神 但是似乎有一个按流告诉你 不是这样子 I can see people change their behavior 我可以看见人们改变他的行为 但是他们的心没有改变 他们的心没有不一样 他们的心没有被写上 也许他们在做对的事 他们说对的话 也许他们在那里实行正确的事 这个宗教的实行 但是里面有一种的空虚 有一种的虚空 因为不是持久的 因为整个东西在那个旧的约上面 是渐渐成就渐渐废去 保罗说记得那个帕子吗 你知不知道那个帕子呢 当我说到这样子新约的关系 我不是说到那个帕子 不是那个帕子的图画 保罗很大胆地说我们不像摩西 这是一个何等的话语 说我们不像摩西一样 他不是说摩西没有荣光 他说那个旧约是有荣光的 这个整个的操练里面是有荣光 但是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不像那个 我们有的荣光是不朽坏的 这个新约的工作在人的心上不是暂时的 有人成为基督的信 他们就真的成为基督的信 他这个信 等一下你们都听懂了 因为这样的信 它是持久的 它也在这些被写的人身上 也是有持久的果效的 你要知道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执事里 我们的心永久地被改变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执事里的时候 我们与活神的灵一同来照顾 那个人的人生就永远地改变了 旧约是有荣光的 是那里有一点荣光 那个旧约是渐渐废去的 但是今天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们的一个情形乃是来改变人的心 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个永远的改变 新约乃是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要写在他们的心思上 你里面改变的是永远改变的 你知道在我们的服事里 当旧约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帕子上来了 他说那他们的心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同样的帕子还没有接去 当旧约在那里实行的时候 人就是有帕子 在那个人的生活里面就有这样子的帕子 暂时的 只有人生活上的某一个部分 不是内在的改变 不是永远的写作在他们的心上 这并不是我们所以禁职的这个约 若是你把字句的约放在人的身上 帕子就在那里 也许他们的行为会有点改变 也许他们说对的话 但是心怎么样呢 保罗说他们写在我的心上 当他看见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 这活神的灵 我照顾那个 我照顾那个 这有一个荣光随着他 也许像这样子 这个人说神叫我停止看电视 灵就在那个人身上 很强烈的工作 那个时候灵就在那个人身上写 然后你去另外一个人 你就告诉他说 神叫你停止看电视 因为我听见了 然后帕子就在那里 这乃是圣灵的工作 在人的心上是永远的 我常常说这个故事 但我没有在这里讲过 我去参加一个聚会 听了一个信息 在我大意的时候 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 有一个弟兄在说 关于教会 他就讲两节关于教会的经节 我就觉得哎哟我不一样了 我就发现我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而保持一样 我非常的惊讶 我满了感觉 那非常的有力量 几年后我有一个机会 在聚会中分享 我就分享那个弟兄所说的 同样的经节 但是好像没有果效 人们并没有说 我的生活改变了 好像是一个甜点一样 我跟那个弟兄几个月以后 有一个机会在一起 我问他们 为什么当你分享 我的生活改变了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分享的时候 我的生命改变了 为什么我分享的时候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他说也许可能 可能我那个时候 有一点点与圣灵同在 意思就是 我一定绝对百分之百 没有与圣灵同在 那个时候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那是活神之灵的工作 写在人的心上 当你摸着这个东西 你摸着了新约的执事 你摸着了新约执事的工作 那一个工作 那一个工作乃是永远的 不是废去的 保罗就在四章一节说 我们既受了这执事 因为我们蒙怜悯 我们就不丧胆 我喜欢这节圣经 我就这样子结束 保罗说 保罗说我们受了这执事 就不丧胆 那意思就是 有很多的原因叫我们丧胆 也许可以意思就是说 你遇见很多很困难 很为难的情况 但是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执事 我们领受了这个这个事 我们就不丧胆 因为这个新约的执事 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乃是永远的 如果我花时间跟你讲 如果我花时间跟你在一起 有一点点圣灵的工作 那个是永远的 那个乃是写关于基督的信 为着全世界 保罗也许说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很多的改变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有这执事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有这执事 那个就是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执事 帕子没有摆在我们的脸上 我们有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 乖看主 而显明在你们哥林多人前面 感谢主我们能够过一个这样的生活 实在满有价值把我们的人生给主 成为基督的香气 成为基督的香气 能够让主写在我们的心上 把人的名字写在我们的心上 十分的值得看见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 而学习与那个同工来照顾 使他们成为基督的信 也许你看多少年之后 你说我没有影响许多的人 我没有影响百万的人 但是有几位弟兄或几位姊妹 他们的确在我的心上 我的确看见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主就说那个荣光是不会废去的荣光 赞美主我就停在这里 我们一起再读这几书的经节 我们可以一同来祷告 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十四节 还有第三章 我们先读二章十四节 我们一同来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三章第二节 三章第二节来 你们就是我们的贱信 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 所念诵的 第三节再来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 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板上 乃是写在新板上 四章一节我们一同来 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份 就不丧胆 请我们一同站起来有祷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